不,好像柯文哲的這一組比較,這個鯊魚比較猛,所以手下流行 也不能說不舒服啦,早上起來這個 昨天去那個桃園站台齁,就是人下毛毛雨 那麼這個,有的候選人背心就比較厚,有的候選人就是經費有不足,就比較薄 我西裝又被脫掉,就一個襯衫,這個很多人照相,大概不小心在半個鐘頭 這個下大雨還好,就是毛毛雨,回來很晚了以後大概早上起來就是吃了浮沫熱飲 不是其他廣告,大概好一點,但是我還是在咳嗽,對不起 那麼,所以新竹的行程呢 他最主要是因為,本來今天第一個是要跟宋主席合體,在新竹 因為宋主席他今天下午好像有個辯論會,政見發表會 他要準備資料,所以他首先,他決定不去 然後我自己一個人去,那我是覺得說,這個 我一個人去好像跟宋主席不在,這個大家就會猜測 這個,那我今天來到,這行程早上是我改的了 當然,宋主席不在,如果我去,又覺得怪怪的 我考慮到,這個,其實最主要是說 我想,這個明天我會跟宋主席在某個場合在同台 我想,這樣子的話可以平衡一下今天的情況 那新竹那邊,因為有宋主席在那邊 他,宋主席不去的話,宋主席是,他是民眾黨的部分區 主要他來會負責宋主席,親民黨 親民黨,親民黨那邊,好不好 這第一個問題回答,還有什麼問題 董長想問一下說,今天這個活動,今天這個活動是受到柯市長的邀請嗎 因為,我們看到台下好到與會的,都是民眾黨的部分區的人 我是覺得說,我當初受到邀請 是因為我在台大,癌中心的時候呢 柯市長有事,沒有來 那麼,我講,那麼今天柯市長有派人來聽了我的一些演講 他認為站在台北市的立場 應該,他本身又是一個,台大醫院出生的醫生 就是醫學博士 那麼,他看到我的演講 那麼,就孫博士呢,邀請我 主辦單位邀請我,來 那我覺得說,如果說柯市長願意在台北市 先推健康,大健康產業 或者健康的這個,以他的專業背景 以台北市的資源 這個我覺得說,今天辦這個東西蠻有意義的 所以我準備了好多資料來,等一下來給大家報告 那另外一點呢,柯市長呢 我當然也會講到,林道六歲國家養 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那,說服他,那他有提到要排富 我真的一定要排富的 這個,讓林道六歲國家養這個政策 讓,然後這個 將來的,林道六歲國家養 那我就可以提來討論 如果在沒有隱私的情況之下 將來我們生出來的 幼兒,嬰兒 從母親懷孕開始 我這一次在台大也講了 那這一些所有的事先 可以做,不是過濾 可以修補 像地中海貧血啦,吐醇啦 甚至於將來的芒芽的這些 我想都可以事先經過基因的修補 現在很多科技都可以做得到 在我們生出來的小孩 每一個都健康的 那每一個健康的情況之下 那麼台,我們後續性的 這一些,林道六歲國家養 我覺得林道六歲國家養的話 這最主要是 你他這個嬰兒期 到成長過程 吃什麼,打過什麼藥 要怎麼樣做預防 這一些出來會變成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 大健康產業的一個科技平台 那這樣子呢 國家就不需要出那麼多預算 只要把這個 就是經過數據清理 經過數據清理 所以這個小孩 他是隨身的 可是經過數據清理以後 他是一些符號 符號代表說 這一些基因 會靠近哪一些基因 會產生哪一些疾病 那這一些呢 就沒有隱私的問題 這樣子就可以做 做一些大數據 那這大數據會產生 這個對養小孩的過程中 哪一些小孩天生有什麼過敏 要吃哪一種奶粉 要吃哪一種藥 或者要注意哪一些地方 那這一些東西都可以經過 我們健康這個大數據 變成健康產業 變成把這個健康產業 在台灣落地生根 然後在整個華人籤再來擴大 那將來我們從這些健康大數據 所賣這個數據賺的錢 我認為有足夠的經費 所以讓國家預算 可以說是幾乎是我們可以要預算說 在若干時間以內 讓我們如果說所有的藥廠 是所有的奶粉廠 是所有的嬰兒用品廠 都可以經過我們國家健康 這個0到6歲國家健康養 0到6歲國家 這個1.0就是國家幫你養 0到6歲國家健康養 今天想利用這個場合 跟柯市長來做一個論壇 今天找的都是一些專家 我覺得柯市長的民眾黨願意推行 那我也希望說 得到柯市長的這個 應該講 所以我現在了解以後 我相信他這個專業比我還要懂 今天我來的主要目的 因為你現在就是不斷的幫藍營的候選項 包括下午都要到台中 這好像就讓一些郭本部門說要退那個狂 最後一題 我想我去台中應該不只 我今天台中還有當有的隱性跟顯性的站台 我們還有其他的站台 不只只有國民黨 好不好 我們不只只有國民黨 好不好 那你怎麼看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先問柯市長 謝謝 這不是他爸嗎 這不是他爸嗎 柯老 你不要問我 謝謝 謝謝 我們這邊這邊這邊